我们两个在一起两年了 我真的是奔着和她结婚去的 但是她总是不考虑我的感受 做事很任性 还爱耍脾气 背着我和其他一性走得很近 她的任性妄为 真的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一直以来 她都对我很关心 也很包容 我发现我真的是很爱她 也许之前有些事情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但我真的希望 她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燕24岁 来自河南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王24岁 来自河南设计助理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欢迎主任好 谈了两年恋爱了 对 打算娶她是这意思吗 是奔着和她结婚去的 女生今天为什么来 你觉得错在谁啊 我感觉错在我的比较多 错在你的比较多 所以今天是来 希望她能够宽容和理解的 是吧 是的 我看小片是这么个情况 是吧 对 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觉得不行了 我现在对我们两个 现在这段感情 没有一点自信 然后感觉没有安全感 感觉她心里边 根本就没有我 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 我们两个就是认识的时候 是因为她当时考大学 来我们这边 然后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刚开始感觉她挺好的 人家长得挺漂亮 心也挺细的 然后就接触了一段时间 交往不久之后 有一次我们两个出来吃饭 她就上卫生间的时候 她手机在不停地响 然后我就以为 她朋友找到有什么急事 我就当时也就看到手机一眼 我一看她微信 是一个男的给她发的 而且还是置顶聊天 当时那男的说的话 就是什么 亲爱的 你今天吃饭没有啊 昨天发烧好了没有啊 当时我一看 我就特别生气 你为啥要翻我手机啊 她一直在想 你就不能在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我就是帮你看一下 万一你朋友找你有什么急事 就算有急事 我可以给她回个电话什么的 你为啥要提前要翻我的微信 跟我的手机 当时我看完之后 也特别地生气 然后我就回来质问她 然后她也就是很理直气乱地跟我说 那是一个普通朋友 我说普通朋友 你能叫你亲爱的 然后她说 人家想这么叫 我有什么办法啊 我又没有理她 那确实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那两天正好发个朋友圈 说我生病了 感冒 人家出于关心 问问我一声 就被你看见 而且是在我不知道情况 你翻我手机 那我也是 怕你朋友找你有急事 我才看的 行 反正就因为这事 你就觉得 就是当时心里面特别不舒服 然后也就是 这个事之后 我就心里边这个坎 就一直过不去 当时她也跟我道歉了 那是你们俩交往多久的时候 交往一两个月 等于刚开始交往就出这事 对 你心里就有坎了 对 我的天哪 那怎么就坚持了两年呢 然后就是当时心里边这个坎也过不去 她当时也跟我道歉 认错 保证以后不会了 当时我也是 就答应她了 然后就相信她 但是我就是过不去这个坎 之后我们也是出来吃饭有一次 有个朋友给她打电话 然后她就避开我 避开我 然后我就心里边不舒服 然后我就跟她在她后边 偷听她说话 然后当时我就听到她在数落我 跟别的人数落我 然后我就心里边也特别的不舒服 她还叫人家亲爱的什么的 她也这么叫人家 我就每一次跟人家打电话发微信的时候 就碰巧被你看见了 那每次你打电话发微信 每次都是男的 我看到都是男的 为什么就没有女的呢 而且我也没有说数落你 因为我不是快要面临毕业 然后要找工作面试什么的 那两天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她就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我 说我跟男生出去约会什么的 因为面试前肯定是要 给自己打扮漂亮一点 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她就觉着我是要出去跟人家约会 天天没事给我找个事 然后人家那天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跟她抱怨了几句 也没说她什么 那当时我也跟你说了 你买衣服不要买那么短的裙子 然后不要买那个什么露旗的 然后露肩的 你就是不听 你每次出门你就还非要化妆 必须化妆 不化妆你就不出门 然后上次你烫头发 我问你为什么今天非要去烫头发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扭头就走 那女生爱打扮那是天性 那人家都能打扮漂亮出门 我为什么不可以 大夏天穿短裤穿裙子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那你打扮那么漂亮 你给谁看呢 那当然是给你看呀 跟你一块处子 我都跟你说了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喜欢那样 我上次买了一个裙子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让她看一下 然后她就一脸严肃来个 回去换了 我当时特别无语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她就来个 你这裙子太短了什么的 其实根本就在膝盖上面 一点点而已 她就觉得太短 好好好 你们俩这么闹别扭 分过没有吧 就是嘴上说过 但是没有行动上分过 一般都谁说呀 就是她说 她有时候脾气特别大 而且每个事情 都要压在我的头上 比如有一次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迟到了十分钟 然后她就过来 不听我解释 就直接就扭头说 我们分手吧 扭头就要走 然后我当时拼命地追她 拼命地跟她解释 她听都不带听的 我在电影院门口 等了你二十分钟 你现在说十分钟 你打电话发微信 你连回都不再回我一句了 你哪怕你告诉我一声 你现在要迟到了 我自己先进去看 或者我把票改签一下也可以 你不回微信 也不回电话 那什么意思呀 那你订个电影票 我能让你自己进去看的 那你起码告诉我一声 让我心里有个数 万一你路上有什么事 我也是出于安全 才给你打电话发微信的 哎呀 这俩人的相处模式 就是这种掐啊 对掐 不信任又要在一起 那图什么呢 其实她有时候 真的也挺好的 什么时候好 说她好 就是上一次 她去我家里边吃饭 就是我妈妈 叫她一块去吃饭 当时我去接她的时候 她也那个 给我父母买的 有保健品 化妆品什么的 挺好的 然后她就带我去 去家里边吃饭 然后当时吃饭的时候 我妈妈就是夹菜的时候 不小心把菜给夹到衣服上了 嗯 衣服脏了之后 我妈妈放到洗衣机上了 她就吃完饭 把我妈妈的衣服给洗了 碗筷什么都收拾了 她其实这一点挺好的 就是挺孝顺的 哦 你男朋友信任你吗 你觉得 我觉得她不信任我 她总觉得我喜欢 跟别人聊天什么的 那你说 谁没几个异性朋友呀 啊 你觉得在你女朋友的心里啊 她把你摆在一个什么位置 相对高一点 中间一点 平等的 还是你比她稍微低一点 我感觉就是 可有可无的样子 她说我对她可有可无 其实才不是呢 她有时候自己打游戏 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问她在干嘛 就说我在打游戏 我咱俩一块出去吃饭吧 那我把这把游戏打完吧 一把游戏都要等三四十分钟 然后因为打游戏 我们也吵了好几次 然后还故意不理我天天 微信也不回 电话也不回 那你都知道 我是故意不理你的 然后你当时就跟我说一句 你在干什么 我说打游戏 你说那你打吧 你那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说你心里面有我 我肯定有你啊 你现在还是不放心 对不对 心里面就是没有谱 没谱 你害怕她跑是吗 是 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配得上 配得上 对 那上为什么担心 那你担心什么呢 就是她做的这些事 就让我感觉 她根本就心里边没有我 哦 就是你在她心里是没位置的 对 所以你很迷茫了 是这意思吗 是的 来我问女生啊 你在小片里面好像说 过去有些事情是你做的不对 你指的做的不对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两个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然后她也说了 然后我上厕所的时候 她看到我跟别人聊天 然后语言可能会用得比较暧昧 之后争吵过以后 我也冷静了 觉得作为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不应该再这样跟别人继续聊 然后我就跟她好声好戏的也道过歉 哦 她来我们知道了 她是想娶你 但是她绝对没有安全感 你今天来是要干嘛呢 因为我马上 今年就要毕业了嘛 然后现在是在公司里实习 我们这个专业学设计 想要学得好就要去一些外地培训一段 我就想着为了自己的未来 还有我们以后有更好的发展 想出去学习一段 然后她就不同意 她就疑神疑鬼怀疑我 还是觉得不信任我 你今天是想来争取一个 出去深造的机会 是 你还想跟她保持这种亲密关系 对 是想让她相信我 哦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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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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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 在一般看来 刚刚相处一年多不到两年 这个时间里面 如果谈到谈婚论嫁的话 热恋当中都是 只要能够结婚 怎么都愿意放弃 你现在却想离开 这足以说明 你的爱至少没有男朋友爱 爱得更深 那我从资料当中也看到 当男朋友曾经说过分手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这个男朋友非常的好 对不对 对 你对他爱不那么的深 反而是他一说分手的时候 你才觉得他够好 那我就担心你贪恋的只是他对你的好 那如果说你只是贪恋他对你的好 而选择继续交下去 或者是结婚的话 那就更可怕 因为从恋爱开始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 这好像谁都会 但是长期下来能不能做得到 未必 尤其后面 好像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缺乏了 包括现在他说想去你 但是心里面仍然还带着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 已经拉远了你们彼此的距离 如果在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强行结婚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 只是表面上的负荷 所以你自己想一想 这是不是你真正爱的人 我个人认为不太像 所以结婚这件事情上 在你俩这个年龄 可以再放一放 再接触一段时间 看看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 我觉得更为稳妥 谢谢 一上来女孩就在说一个问题 她觉得自己之前 有一些做错的地方 向男方承认错误 但是我觉得从你今天 一直表述到现在 你并没有认识到 你的错误在哪 说到翻手机的事 你马上反驳她 你是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之下 看到我的手机 而你没有注意到问题的本质是 你跟男生暧昧 你到现在还不认为 这件事情错因在你 所以从你的心底 你压根根本没意识到 我在这段感情当中 是有错的 你笃定 他会一直在原地等你 你就抓住了他对你 死心塌地的这个软肋 一而再再而三 现在可能你觉得 马上要离开这个城市了 你想再努力一下 把这个男生抓住 可是你抓住的这个人 不是曾经在原地 等你的那个人了 不管任何一个人 他的这颗心 被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伤害的话 他那颗心早不是原来爱你的那颗心了 他只是不服气而已 他对你的不安全感 也慢慢变成了征服欲 但是没办法 所有今天的结果 都是因为你曾经的 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所造成的 所以你要为这个结果去负责任 然后最后还要告诉你的一点是 女孩子要明白一点 一定要自爱 爱情是排他的 不是说你谈恋爱才明白一个道理说 我跟一个男生认认真真交往 就不应该跟其他的男人再暧昧了 这个不是说你谈了恋爱才明白 是在没谈恋爱的时候就明白 任何一段爱情 我是要尊重他的 那对于男生我想说的是 现在对你而言 他已经变成了你要征服的一座大山 而不是真正爱的那个人 所以该怎么做 你其实自己心里清楚 就不如好聚好散 好吧 谢谢 谈恋爱 如果一个除了我老婆以外的异性 叫我亲爱的 我会很反感 但你很享受 现在有一些女生跟你一样 压根不在乎这个 叫一句亲爱的有什么呢 不会少一块肉 勾肩搭配的拍张自拍有什么呢 又不会少一块肉 我跟他之间没有那样的关系 但是却模糊了和普通异性之间的界限 我告诉你一个不是你所爱的人的 普通的同事和朋友 叫你亲爱的 他是在不尊重你 你明白吗 其实说实在的话 你 是在不尊重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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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有请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使员送一套纯净及保湿 10克透水嫩药保湿伊贝斯 宝贝爱情呵护那几天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红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 那几天呵护礼盒一份 来 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也愿意相信你 希望你能为我多考虑 真的心里边把我当作你的男朋友 谢谢你还能再相信我一次 在爱你等着你 为你停息就转过你 在梦里全身里 不要再质疑 把我抱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选择相信了是吧 对 那你们就好好地相处相处吧 谢谢你们请回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老师 这不算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这只是这段感情的一个新的起点 如果他们能够听明白 今天老师们给予他们的这些帮助的话语的话 我相信也许他们重新在一起 是一个更好的开始